新S2狮神风鲤刚上线时鸽子就分析过 羊駝这个狮神比起PVP 可能更适合打冯魔、超鬼王等PVE场景 正好魔鬼水哥已经砸出了两只满技能风鲤 我们现在就拿风鲤来试探一下风魔能否快了吧 先给大家打个预防针 目前风鲤和丑女之间存在bug 风鲤任何伤害都无法触发丑女欲魂增伤 打给草人多少就会转移给boss多少 不管是大招直接伤害还是雷火弹间接伤害 都吃不到任何加成,影响很大 所以最终实际成绩会落后离吞吞很多 如果bug修复,预计双风鲤原阶神阵容只会烧训离吞吞 在超鬼王限时两分钟等场景下可能优于离吞吞 然后给大家介绍一下两只风鲤的御魂 都是散剑、攻攻爆伤、无暴击的配置 可以直接扒掉面灵器的PVE御魂 兵主部没有必要强求 草人炸雷火弹本身破防已经超高了 经实测,纯输出风鲤配合原阶神打草人 能造成大招6到8万的直接伤害 加上23万到30万的雷火弹间接伤害 一个大招稳定输出30万还是很优秀的 雷火弹在两个风鲤之间可以互相引爆 你炸我的弹,我炸你的弹 炸一个买一个 第四类涌动机成了 打草怪也能爆出23万到30万的雷火弹 这基本就是风鲤输出的上限 等到后期修复仇女Bug正常增伤后 相信未来风鲤还是有就业空间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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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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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